小鸡逛超市 今天鸡妈妈和5只小鸡 去超市买东西 你买什么呢? 鸡妈妈想买面包 番茄 罐头汤 小鸡想买巧克力 冬瓜 雪条 饼干 还有布丁 他们一进超市 看到猪太太和小猪 鸡妈妈和猪太太聊天 小鸡和小猪玩捉迷藏 鸡妈妈和猪太太聊了一会儿 才发现小朋友都不见了 咦? 他们跑去哪里? 有只小鸡站在香蕉档上找 啊!找到了! 鸡妈妈找到5只小鸡之后 就很严厉地训斥他们 小朋友不可以随便跑来跑去的 然后有一个超市店员用大声声说 现在开始时限大鸡 要买便快 大减价了! 鸡妈妈一听到大减价 就立即冲上去 买牛奶 5只小鸡便静静静静鼓 inspecting her Apache 5隻小雞推著購物車去了零食部 選什麼呢? 先拿餅乾 然後再拿巧克力 還有珍寶珠也要 他們拿了很多零食 購物車快到滿了 然後小雞還拿了瑞士卷 冬甩、布甸、雪條 然後5隻小雞推著購物車去收銀署 在這個時候 雞媽媽終於說到來了 不行啊不行啊請等一會 哎呀呀真是好險 雞媽媽把小雞的零食全部都不要 只是給它們一顆珍寶珠 小雞好不開心啊 人家特地選了這麼多 全部都是我們想要的 媽媽買的東西實在太無聊了 媽媽買了很多不同的食物 有意粉啊 麵粉、麵包 還有不同的水果 還有肉 蔬菜 雞媽媽說 是嗎 我還以為大家會很開心 很失望啊 喵喵喵 我回來了 爸爸也下班回家了 啊爸爸 媽媽媽 回到家後 雞媽媽就用剛剛買回來的材料煮飯 小雞他們就要去洗澡 好了快點過來 喵喵喵喵喵 你們看 都好像沒什麼精神 都是因為媽媽了 小雞和爸爸一起洗澡 但也不太開心 會跟金針煮 洗澡 chimney後 他們出來就聞到 嘩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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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都是最喜欢你们的啦 吃饱饭之后 鸡妈妈就讲故着 暗五只小鸡睡觉 第二天早上 鸡妈妈就用超市买回来的食物 做早餐给五只小鸡吃